其實能源轉型是有可能的 如果大家最近觀察 包括其實在能源局現在在 就是在做這個能源轉型白皮書 這個比如說公民協作 公民對話的這個階段 我們都看到相當多的可能性 可是這樣的可能性 可能並沒有傳到這個你知道嗎 在政治的高層或是我們傳統 在不管是台電或是說中油 或者說其實跟能源相關 或者說其實是跟空屋治理相關 在這個政界裡面的討論 所以我想就是說在這裡面 一方面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書 其實展現出就是說 不管是從各國的經歷 或者說是從我們這個 就是說從各種的治理跟政策經驗的討論 這樣的一個可行性 集合大家的智慧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希望這樣的聲音可以越滾越大 越滾越大 其實我相信就是說 其實高手真的在泥堅 那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等一下就要請這個何敏祥老師 來跟我們談一下 就是說台灣環境的空屋議題 可是在這之前 希望大家轉給你看這本書 請大家一定要踴躍購買 用我們的這個就是說 對於這本書的這個購買力 來展現我們對於這個能源轉型的一個信心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那個 那個麥克風交給米修老師 何敏祥 大家好 我是何敏祥 那其實我們應該這樣講 本來我們剛才來 剛才唐商務要問你的時候 我請他來 我們來交換角色 因為他其實比較適合 比我更適合講 我其實對這方面完全沒有研究 這是什麼 所以我等一下會講一些很基本的訊息 我覺得 既然是晚上也不要搞得太像上課一樣 對 那我先問大家一下 好 我先不要問那種 我想大家應該都過多少有關心空屋啦 那我想也不用問那種好像智商題 欸 請問大家有聽過PM2.5嗎 我問你好 那你們大家應該都有智商型手機嘛 對不對 還有人要用智商型手機沒關係 那你們智商型手機裡面 你們有沒有下載可以看到PM2.5的 F 有的請舉手一下好不好 有的請舉手 1 2 3 4 5 5 比較少啦 那但是問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這第二個問題 我自己每天都在想問 就是說 當你看到 早上起來看到氣 空氣像是怎樣 天色霧茫茫的時候 你分得出來是空氣汙染還是霧 是天然還是自然 你們分得出來嗎 分得出來可以告訴我好不好 有分得出來 比如說你天生你鼻子很過敏 你只會打噴嚏 那就是他不是霧 你分得出來嗎 怎麼分得出來 有時候霧茫茫啦 你覺得沒敢啦 你其實是空氣汙染那麼多 你覺得是空氣汙染這麼多嗎 你覺得是看不出來嗎 因為我經常面臨到這個問題 早上起來我當空氣不知道好不好 是不是適合帶小朋友出去玩啊 我看不出來怎麼辦 那就打開APP嘛 喔 就有點不好 AQI不好 所以 所以我覺得 我現在講的都是這個東西 就是說我們現在對空氣汙染 其實感受其實變得不一樣 那我覺得剛才 文妮也提到 就是說我們 我做的講 就是說 我們這幾年其實 空汙問題 尤其 去年跟今年 那個 曹非常非常兇 那 其實那個風險中心 他們這次定了土地 叫以費換電 逢想 看我們如何反空物 那我是故意不用那個主題 因為我覺得那個主題很像 像某一個檔要推的公投一樣 不要用費來換的 不是我討厭那個檔 討厭檔也是事事事 可是我覺得 這個有點太那個 太那個 感覺起來好像 因為你用這個土地 你就會覺得說 啊對 就是因為火力發電 所以功績不好 所以我們要用費來換電 那你們真的覺得PM2.5 功績無欄就只有火力發電嗎 真的嗎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談這個問題 當然 有時候我不是很喜歡這個 反而我講到抵制的這個題目 我就不在意 好 不重要 好 就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一些 呈現數據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大家都在爭議 到底功績怎麼變不好 很難說啦 我先看到 那我搜集到的資料先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說 環保署的空屋監測資料 如果PSI PSI是以前比較舊的一種測量空屋的方法 PSI裡面沒有PM2.5 只有PM50 就是比較細的懸浮 威力是沒有測量到的 如果根據這個指標中 呃 那說每天超過PSI 100就是比較不好的情況 那從2017年到2011年 每年是減少 那當然這個環保團體 很多公務團體都會關心 就是說啊政府的經濟戰是不是有問題 比如你給人家設在阿里山 那一定是很好的嘛 啊你把那個阿里山跟全國平均下來 所以就是大家會去死以他啦 然後剛才講過PSI也沒有2.5 然後另外就是超過100 超過100可能300、400 但他沒辦法特量出那個嚴重性啦 100一死也是超過100 300、400也超過100 所以這可能是一種看法而已 但是官方會用這個來跟我們講說 其實這10年來是改善的 但是很顯然這跟民眾的感受是不太一樣的 那天下有另外一個比較親 天下雜誌他2017年他比較 很認真去做一個解讀啊 然後他用2016年資料 他覺得說 他看到的情況就是說 跟我們跟他想像差不多 就是那幾個空氣間的偵測在裡面 比如說高雄左營、屏東潮州、高雄前鎮 是比較糟的 藍頭眼昭、屏東眼昭 那最好有幾個就 算明水秀嘛 官山、凡村、台東 就有想知道 對 那他去算這三年來講就是說 近三年如果成為成功的情況 比前三年還少 但是有些局部地方是彰化 就像彰化是惡化的 所以從天下這個數據來看 也是說 也很難一致的說 是不是真的變好 環保存的講法就是非常反情節節 也做不變好 但是天下這個 把他數據重新用一個方式來看的時候 看起來是比較保留 因為有些地方真的像彰化、舌惡化 那另外一個是前陣子公佈的一個 調查、研究 那這是2016年做的 那我現在才公佈 那我覺得跟大家分享 那其實也跟我們一般理解差不多 他就問說 問你或跟你家人是不是 你會覺得說你們受空氣的影響 那這個問題問你啊 你會覺得說你受空氣的影響 這個當然很主觀的問題 那如果會打比較高的 開得起來 就是現在目前 草空屋比較嚴重的地方 比如說比較高的中張頭 高屏 那北北基是算比較平均值以下的 所以跟我們現在的想法 就是像去年入東以來 草比較兇就是台中嘛 這些 前年這幾年都是在草台中 台中、彰化這些地方 就中富的地方 高雄本來就 高平本來就有空氣不好 所以你去問大家 會得到這種雜負也比較不意外 那另外就是我今天 你看到一個俄輔聯盟的調查 我也覺得蠻有趣的 你看他去問家長 超過九成的人 會覺得空氣不難以後 那我想你去比較家長跟非家長 一定家長比較擔心的嘛 因為小孩子在發育啊 那個呼吸道都會比較敏感啊 我們台灣現在很多小孩子都擠 這個很難解釋為什麼 就是過敏原因起的 所以你說家長 九成九十一會很高喔 對 但是問題繼續問的話 他就會覺得 其實一般民眾也是 其實錯蠻多的 比如說 有近七成二的 那種PF8.5只存在於戶外 那其實連七成二的人 可能家裡都不能打開裝模一樣 或家裡都不能燒東西 你只要有燃燒的話 一定會有這種 氣熱學無威力的出現 那還有說 PF8.5主要來工業 其實不見得是 可能在都會地區的話 那最嚴重的就是摩托車或機動 那種 因為我們的氣機之後都有內燃機啊 他一樣都是進行燃燒啊 那可能有些在局部的地方 比如說廟宇 像很多那個氣團小孩 你進廟 你就會立刻咳嗽嘛 因為我們 去年不是有那個眾神看 上凱道抗議這個檢香嗎 啊你去看台灣人拜拜那種很可怕 那種一拜就好幾個好幾個響來一起燒 那可能局部的地方 可能就會比如說廟那個就很嚴重 對 然後 雖然 你看九成認為家長認為很嚴重 但是只有三成多的 會叫小孩子用公共運作去測試啊 然後只有一成二的 十二成的那種某某的測試 所以你看這 就是大家感受到 跟我問不願意去改善這個問題 這可能也會落差 那我覺得大家簡單 想法也可能簡單 那這是別人害的啊 不是我動的啊 大家可能會覺得 啊污染連動我是受害者 但是從來沒想到自己可能是製造者 那我特別用這個話 這個什麼有環保意識沒有環境 有環境環保意識沒有環境知識 這是我 簡佑馨是我們台灣第一任環保署長 然後他就用這個話來罵 那時候環保抗爭啊 你們都 很有環保意識 但是沒有常識 所以意思連基本都搞不懂 那我不知道這個測量出來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看很多人都答錯啦 可是大家 你現在走到來 比如說去山西大賣場 你去那個 燦坤就看空屋 然後就什麼空機濾鏡機 對啊你坐個捷運就反空屋 捷運是不是 就像反空屋已經有點 不到就反彈了 我沒看到 你以為是這樣子 所以我會感覺就是說 好像都覺得跟自己沒有關係 對啊 所以去年那個廟宇上街頭 就是抗議撿鄉 廟都覺得跟他沒有關係啊 那你其實看那個台中 那個延前標 那個膽鬼標 就是大家講 媽祖廟董事長嘛對不對 我最近剛好媽祖就在過境嘛 對不對 他也去抗議說 台中火力發電廠污染的嚴重 但我覺得當然很嚴重 但是你媽祖廟燒香是不會污染的 就我覺得台灣都是這樣子 應該不令人意外啦 那我覺得最近台灣開始關心 是跟一部中國的紀錄片有關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部片 窮頂之下 有聽過可以舉個手嗎 唉唷 嚇死了 比下台APP的人還多 所以YouTube會比APP 結果這個應該知道 大家中國一個金融記者有財進嘛 然後他據說是自費 他去做一個紀錄片 然後在上架好像兩天都被下架了 去譴責中國的國音事業燒美 對 那這個就變得蠻好看的 我覺得真的蠻好看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還在YouTube上 你們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像觀看元素 這個我上禮拜做的 已經有80萬人 對 那 那這個是 這個是 你用那個Google Trend 然後你就可以設計 可以設地點 然後關鍵字 然後我用PM2.5去查 所以你就看他 反正這個Google Trend 不跟你講這個數字是什麼 你就可以 至少這是一種大廚去研究啦 你就可以知道說PM2.5 做了一個很熱門的空污的一個指標 那他的熱度是怎麼樣 那從這邊 第一個高點是 2015年3月什麼時候 就是他放的時候 就是他放的時候 所以真的 我設定的那個搜尋區域是台灣 所以你看其實對台灣的影響真的蠻大的 不過他很快在中國就被進了 對 那下一個問題了 就是說我自己想 我也很想解釋就是說 為什麼現在台灣民眾那麼關心那個 空污的問題 對 我等一下也許我們等一下可以多留一點時間 大家來分享自己的經驗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覺得有些說法真的很有趣 比如說現在 就一個流行的比如說嘉義 嘉義人就是說 你看你以前撐撐撥畫的那個畫 在嘉義是就可以看到玉山 對 沒錯 都這樣講 然後 然後後來呢 他就講說 你看現在看不到玉山 一整年三百九十天都看不到玉山 那好 那就開始講 好 空氣惡化好嚴重 那我現在開始想一個問題 嘉義看不到玉山又不是現在的開始 那只能夠走後沒多久 可能就慢慢的看不到 慢慢看不到之後 你為什麼不在意呢 你為什麼現在才在意呢 對不對 所以那個人的知覺 perception 我都覺得很奇怪 他可能不見得是真的反應 因為環境很惡化 我們快要死掉 我們氣喘的快要很嚴重 然後怎麼樣快呼吸不過來 所以我們才有意思 我們的感覺可能會受到一些因素的改變 那很多是生活方式的改變 然後我自己就猜 我自己猜 我也想問大家 這個我沒有證據 反正今天晚上 有一個主持上朋友 我們的規則會什麼 講一些不負責的 大膽猜測 我自己大膽猜測有一些原因 然後我也想請大家 來給我一些回饋 尤其看你們自己的生活經驗 對不對 第一個我覺得跟社會方式有關 改變有關 比如單車怎麼增加 可以騎腳踏車 那週末現在很多人騎腳踏車 親自騎腳踏車 幹嘛 那我覺得找一個指標 U-bike開始什麼時候 在土地 2009年 那下U-bike不只北部 不台北 其他北部也有 那你像有相當多的人口 開始騎腳踏車 這些腳踏車 對騎腳踏車來講 你空氣不好 那你等於是人體空氣清淨機 你幫這個 不是空氣清淨 所以我想是 開始我越來越來越給我幹 也有說 不是跑車 路跑組 不是車跑組 路跑組 那現在台灣很多 那種什麼 什麼 什麼 比如田中嘛 那個秒殺嘛 還有什麼金萬九 什麼半蛤圈 還是秒殺嘛 台灣突然督了一些 喜歡跑步的人 而且很多是女生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就感覺跑步很紓壓的感覺 還會變得很流行 那種文化 但是我覺得對跑步組來講 其實就是路跑組 不知道 可能一個事件之後我覺得 因為大 全世界大都市都有一個馬拉松 我覺得如果找個指標 就是台北部邦馬拉松 2010年開始 那現在也是秒殺活動 那我會覺得 關於這種路跑組的增加 這些人可能也是對環境 空氣對敏感的 他們可能會要求一個人的路 那第二就是我自己猜的啦 我覺得跟空屋的F 一定很關於手機啦 那手機其實 如果你要看 我們手機什麼時候 從智障的階段 跨到智慧型的階段 就是2007年 其實沒多久 iPhone出現了 iPhone出現才一堆 App 那我們現在 我記得那時候 我去查一下 你從中文 因為我用iPhone 我很討厭iPhone 我是用Android系統進去 大家可以 你只要查PMX 你大概抓到200多個App 他會跟你講 有提供即時的 明天會等於提出 所以你可以想說 這是非常大嘛 以前我們怎麼看在天氣 那天氣媒體告訴你什麼 會不會下雨就好啦 明天會不會變熱 但是現在我們會希望他 跟我們講PMXX 有AQI啊 還有紫外線啊 對不對 我們這些其實對 我們還是越來越多人 對環境越來越敏感 然後我覺得這些因素 可能都是息息相關的 那所以你看台灣的 有一個新的反空屋運動出現 這幾年來 那過去以前的反空屋 你會說 比如說你住在工廠旁邊 你就會去反對他 你就抗疫大 因為你會聞到嘛 你住在化工廠 石化廠 你就經常聞到那種 腐酸 酸酸那種味道嘛 所以你就會知道 阿康 有時候他可能因為操作上的 濕槓爆炸 或者是燃燒 所以你會去抗疫大 但是到新的 現在 現在很多地方 這樣反空屋運動 會跟你講說 我們就是PMXXXX太高 他會用空氣品質 他不是直接受污染這種經驗 而且他可能會述足於遠端的 比如說 南投 南投埔里可能就是個仲裁區 因為埔里是比較內陸 他是本地嘛 對 那如果你比如說 你從高速公路 五道六號 從 從 臺中這樣 霧峰 草紛開進去 因為他高價 你就會看到那個盆地嘛 每次進去都是霧猛的 對 因為空氣污染 那 這埔里他會怎麼解讀這件事情 他會 他們可能認為說 這個污染源不是他們原生的 而是來自於 比如說那個臺中海邊 那個五支煙囪 那個臺中火力發電廠 全台灣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所以他們都會這樣 像龜嬰 龜嬰 然後以前的話 你看到很多在台灣人早期 那我覺得最明顯的歷史 最近年就是 1987年到1990的 渡港 欸不是 反母親那個 後繼反母親 因為那個實在是太遠 就在高雄的男子 高雄煉油廠旁邊 那如果看以前那個講法 就是 那時候晚上那個 阿婆啊 然後 阿婆還是 阿婆忘記 那晚上被瘟子咬 然後他又怎麼樣 點瘟箱 一點就爆炸 為什麼 一個石油氣跑出來 你想那種很直接的那種威脅 對不對 然後你身體會受腮 然後受苦 感官刺激 那到現在開始訴求就是 像PM2.5 紙報 紙報是用環保署 他用那個分號 就跟塞車一樣 也會紙報 就開始紙報就變成 你現在經常看到很多 媒體報導就紙報 那AQI AQI是取代PMI的另外一套 很複雜的 公務指示的順報 所以大家講的都是這種抽象的東西 而不是 直接的身體的受害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欸這個其實公務運動 其實我覺得很多很多盲點 比如說我不知道你們 會不會常常去傳統市場 買菜 不過其實我還蠻喜歡去 但是後來 帶小孩之後都不喜歡去 為什麼說因為台灣習慣很差啦 那套路就騎了 就騎了你去吧 然後你騎到這邊 喔我給你買個菜 騎到那一攤 然後給你買個肉 車子都不熄火嘛 對不對 然後就 我真的快受不了啦 這是台灣人覺得很方便 就是幹什麼事情嘛對不對 這種事反正 沒有人會覺得這是空隙污染啦 還有我跟他講那個 這個宗教減詳的事情 那其實我覺得 再給大家分享一些背景啦 就PM2.5會出現 其實是因為幾年前 有個國光石化的爭議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當初是想要在彰化的海邊 設一個天海照路 造一個非常巨大的石化專業演劇 後來很多抗議啊 為了白海豚啊 為了什麼一堆 師弟很美啊 一堆師在那邊寫歌啊 趕快要講他好像很感動一樣 那其中一個訴求是因為PM2.5 那時候開始有人去算 那因為其實整個關於PM2.5的醫學知識 知道因為他的細分懸不為例夠小 他可以直接進到你心血管 這個其實是在九零年代之後才慢慢的 國外的醫學也已經就開始正直的 所以在202000年出頭開始進台灣也是合理的 然後那時候開始 因為有國光石化 所以政府就被迫說PM2.5要列管為了武漢物質 然後開始你看各地啊 2012年雲林啊 然後2015年開始有各地反空汙遊行啊 那彰化這群人其實意味就是跟他們國光石化的關係啊 那很多是醫生 然後那在地方上你也看到說 欸 彰化台中 雲林台中彰化 都是針對他們在地的燒煤的火力發電設施 然後在強大的民意下地方政府還是去怎麼樣 去做一些想要透過地方立法官禁止燃燒這些污染電腫的反應 但是後來都沒有過啦 然後那這幾年一個新的發展是高高頻的 高高頻它是一個空氣汙染的總量管制區域 那過去的規定是說你要這個總量管制 因為總量管制是很重要的就是說 你即使每一個汙染源每一個煙囪的排放都合 但是你越加越多那就是會有越多嘛 你沒有總量管制嘛 所以是最近的話開始才有總量管制 那最後就是要講幾個可以爭議事件 我覺得我也不要講太久 我也希望一則是我的主持人 既然也在你就會負責跟我規劃 不過如果大家觀眾大家有什麼樣意見可以分享 不要只有我一個人講 我覺得我們現在對國民單位很重要 一個是剛才陸文明有講過 就是因為深告火力發電廠 就是最近要蓋通過環冰的一個基礎 然後最近通過引起很大的爭議 然後大家講說你怎麼可以在北部 然後又要蓋一個藍莓的 你不是說要進行能力轉型嗎 所以現在政府被罵得很嚴重 那前幾天那個環保署署長他出來講一個方法 他辯護的方法讓至少讓很多人 包括文明也很傻 他想辦法來說 你要升到火力 還是要核適你自己選一個 這個意思是說 如果你不要核適那你就慢慢接受 趕快接受這個 那我覺得很多環保專領 會覺得說我兩個都不要的不可以 就是這個問題是涉及到說 反而跟減碳是不是中國的目標 那我們政府規定設定的目標是2025年之後 我們的能源配置要調整嘛 然後我們到時候會有兩層是再生能源 三層是藍莓 五層是藍氣 每一個都很難啦 你現在再生源只有2而已啊 壓拉到20 那再生 那天然氣的問題是 我們需要更多接受在哪 但是第三接受現在卡在環境問題不能開發 那你把核能廢掉相對來講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核能機卻占11、12而已啊 到2025年就是我們最後一組核能機組 他到了40年的使用壽命之後 你就不要延續 那他沒有 這一塊掃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那但是最近又開始吵 最近吵的問題就是說 那是不是會有新能 綠能拉不到20%的時候 那我們是有過度階段是要燒煤呢 對 對 對 那所以就就剛才講在國民黨那個公投 他的公投就這樣 他的公投題目是這樣子啊 公投反空 拒絕用核發電 所以很像我們這個這次演講的評論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抓到了 我們的風險的東西就是貨民黨的 被發現了 所以這是我覺得大家可以討論的問題啦 對 不管你喜不喜歡摸給他 那接下來就說 我覺得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覺得一般民眾會願意就是說 假設空 好的空氣是空的才好 我覺得一般民眾真的會為了因為好的空氣 然後去改變自己的生活行為 那是不是會增加一些不便利也願意嘛 這裡面包括機車使用 對 因為我自己平常也很常騎 以前很常騎機車 但是我現在開始有小孩子 我就很討厭騎車 尤其那個把摩托車騎到那個人心道那個 我都很希望他在騎人機道都會滑一腳 那種威脅太重 那第二個就比如說 這也是去年在炒那個前三第一組建設的時候 炒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有很多項目是關於在中南部要蓋捷運或輕軌 那一同我在高雄交過一年半了 很多高雄都講 我們高雄人 誰不會做捷運的啦 我們高雄人 誰不會做捷運的啦 然後 有一陣子喔 你一開始 因為我是見證到高雄從沒有捷運到有捷運 到兩條 那現在輕軌我們一天到了 一開始真的沒人做 因為做捷運好像這奇怪的觀光客 你會覺得那好 那除了高雄之外 那我們現在台中的捷運也在蓋 那比如說有新竹也要蓋輕軌 那你覺得在台北以外 你在天空國很方便啦 在台北有時候勤募是很麻煩 因為勤募會有時候收費還要 聽這個還要收費 所以有很多誘因讓你不會想要用私人交付 那我會覺得說那在其他地方呢 你覺得一般民眾會願意嗎 那當然會不變啦 你可能要等啊 你可能不能 騎到哪買到哪裡啦 這是我最後要給大家 我其實我沒有給大家答案 我只是給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所知道的東西 好 謝謝 好我們非常謝謝何明修老師 給我們一個就是說 算是精彩的這個短講跟前沿 那我想接下來其實是一方面是希望 就是說開放給大家其實提問 那個主辦單位有跟我講說是9點 必須要結束 所以一方面我是希望說有多一點時間提問 可是再來我真的也很想回應這樣子 就是所以我不知道說是要我先回應 還是說那個大家 對大家可以先 先有機會讓給大家這樣子 我最大的問題就是都沒有提到電啊 喔 電 所以就是說我們只是正在講空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空有很多原因 還有大陸過來可能也是有啊對不對 所以可是我們今天是想的東西 我們的電到底是不是夠用 一定要就是去蓋這個生耗電廠 用什麼樣的數據 因為現在就是各說各話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困擾的事情 那內閣寫本筆書這過程 其實在再生內閣上面的規劃 又牽涉到很多的自然生態上面的影響 那所以推動起來可能不會非常的順利 這也是事實 可是我們要去犧牲自然環境嗎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課題需要討論的呀 對 那所以我們是想要了解這些課題 而不是說光是空是怎麼樣的 perception不是這樣子的 對那這一點的話 我是還蠻希望說 因為其實就算是就是何明修教授 你是不喜歡這個題目 可是我們是因為這個題目而來的 因為我們真的想了解 對 對 好 就我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先請問一下說那個 可不可以講一下說自己的經歷 這樣子就是 就是你的那個 我自己的經歷嗎 其實就是因為 我是荒野學會的 可是 這個是我個人來的 這跟荒野是無關的 那荒野它其實是非常的就是環保 OK 所以我們內部為了這個事情 其實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在綠色能源 它會破壞掉很多的動物的氣地 那荒野事實上是以保護氣地為宗旨 可是我們又非常的在乎氣候變遷 所以就是說 對於我們來說 那是一種很痛苦的撕扯的力量 那我們地球事實上就是我們人類 跟萬物最大的起點 所以我們 我們是很想了解說 那我們的電夠用嗎 為什麼會有公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的現象 很多的數據告訴我們夠用 很多的數據又告訴我們不夠用 那對於我們來說的話 我們是非常非常不希望深奧 非常非常不希望的大廣銷 可是荒野很多人永和或反核 目前為止已經成為一種很痛苦的力量 所以我們真的想多了解一下 這背後的事情 想聽就是專家們的看法 好 專家 那這樣你先回答 好 非常謝謝這位 就是來自荒野的朋友 那其實我剛本來也是想說回應何老師 也是關於這個部分啦 就是可能一邊是回應一邊 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 不過我們就討論看看 我覺得剛剛就是說何老師 他談到有一些是說在這個空屋裡面 然後好像就是個人或者說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在看空屋 這個意見好像很多是講個人的避險 可是我覺得這位朋友他提到一個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說在這本書 我還是建議大家可以看這本書 其實在這本書裡面討論很多 就是說長期的能源轉型途徑 那其中周桂田老師他講到一個 所謂的那個三個選 也就是說能源、工屋跟產業 這三個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那剛剛講說說電夠不夠用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同的數字 如果你是問台電或他是告訴你說 其實為什麼要蓋生號 因為譬如說要有這個機載的電力 要多少有備用的這個電力 有備載容量等等的問題 可是如果你問可能環保團體 譬如說可能你會聽到另外一種說法 就是說其實今天如果我們有譬如說產業轉型 產業我們是不是所有現在的產業 這些譬如說像高耗能或是說高耗電的 這些東西其實不能就是沒有辦法 有轉換或是歌聲的空間 以及就是說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說在這個譬如說在討論 我們到底要什麼樣的電的時候 譬如說像最近柯P他有講到說 好像台北市其實要結一%的電都很困難 可是如果我們再看就是說 在看我們譬如說算是說鄰國韓國啦 首爾市他當時想說要節省一座核電廠 省下一座核電廠的電從首爾市來做 換句話說其實都市的節能空間到底大不大 好那 我覺得台北市根本沒有在努力啊 是啊對好重點就是這個 看不到啊 對沒錯就重點就是這個 就是說今天其實剛剛講說這個數字裡面 它牽動到很多所謂電夠不夠用 它牽涉到說我們產業要不要轉型 牽涉到我們其他的譬如說節能 或是說其他的新能源的 譬如說像儲能設備的發展等等 好所以在這裡面每一個的計算的方式 或計算的公式可能就不太一樣 那剛剛那個就這位朋友還提到一個就是說 其實包括就是綠能跟這個棲地保育的那個衝突嘛 那我們自己現在講這個叫做所謂的綠色衝突 叫Green Conflict 好那那我講一個我講一個例子好了 就是說那個在這個台中的東海的林惠正老師 他是做這個濕地 他做很多的濕地的研究 那後來他其實也在做這個譬如說反空屋的這個運動 好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他帶學生出去濕地去做這個就是說去做研究 他覺得空氣這麼糟 他好像讓學生暴露在危險之中 好所以在這裡面他也義無反顧的就投入了那個反空屋的運動 那他在這裡面我其實跟黃老師可能看法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是說到底我們自己 比如說剛剛講說燒香或者說是不是那個 是不是說是不是只有變或是說怎樣 因為在這裡面其實這牽涉到就是說 其實空屋裡面的質量其實還是不太一樣 好比如說燒煤啊或者說是 比如說是工業的這個污染 跟一些就是說其實是比如說是燒香啊 或者說其實是煮飯啊 好那一種就是他的那個空屋 我們現在看PM2.5其實都是看量 可是並不是看值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你那邊比如說你這裡面是本或是假粉 其實毒性可能就差異很大 好就是對那所以在這裡面我們看到就是說 可能像譬如說像肺腺癌的這個譬如說增加 好或者為什麼就是說其實在空屋季的時候 然後其實要減少那個就是說路跑的危險 剛剛柏老師特別提到就是說 其實家長特別會關心 好那我剛剛講就是說 其實像剛剛那個林慧珍老師 他講的就是這種綠色的衝突 那我們在談那個電 在談就是說到底夠不夠電 或者說要推展那個基礎 因為現在原本設定是20、30、30、50 20、30、50 所以這裡面其實不只是綠電的問題 比如說你可能還關心像這個藻礁對不對 天然氣接收站的問題 所以為了要去達到那個目標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個就是說 其實在譬如說剛剛談到的可能的 節電的這個部分 其實並沒有去好好的盤點跟處理 產業轉型也沒有好好的去盤點跟處理 可是非常快速或者說粗暴的 其實去推展綠電 所以很快的要在那個濕地 或者說是鹽田、攤地很多地方 就可能要鋪滿了那個太陽能板 對 可是事實上其實連太陽能板的鋪設的方法 或是說其實是鋪設的那個 就是說可能的方式 甚至是風力發電 我們可能其實並沒有一個就是說 其實是比較好的 就是說其實是比較細緻的討論 就是說其實是怎麼樣可以去減少 那個氣力的破壞 或是說其他傷害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因為好像很快的 我們就要趕快把它鋪設上去 然後希望其實是可以達標 可是我們知道說 其實在綠電的鋪設跟傳統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一個是所謂的像這個 比如說像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的部分 包括它的那個輸配電 是分散型的輸配電 還是是集中型能源的輸配電 這些基礎設施其實可能沒有很快的跟上 那另外一個是像這個 比如說智慧型電料 其實我們怎麼樣去做比較聰明的電力的管理 這個電力的管理包括就是說 其實剛剛提到說 我們現在很多的像太陽能板、綠電 其實比較好的是說社區型發電 然後或者說其實像這種 比如說合作經濟的可能性其實可以發展 可是在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很多的那個配電都是輸配電就是說 其實都是賣給台電的 你發電之後賣給台電 其實在輸配電過程中 其實已經有那個能源又浪費掉了嘛 可是賣給台電之後 其實就是在這裡面又有很多 譬如說像鋪設電網的這些問題 如果我們能夠就是說 其實社區發電、社區使用用一些比較聰明的方式 去管理那個就是管理我們的電的話 可能我們又可以 就是在這個部分又可能又可以 就是說其實是所謂的補充那個 就是說所謂不夠電的那個部分 可是真的因為傳經白皮書裡頭的人 都感覺這部分最難做 對沒錯 對 可是不就是因為難做所以要去克服嗎 對 我們非常希望能夠克服 對 對 可是有 這個一定是最難做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基礎的結構或是架構 其實並沒有就是可以真正的轉過來 所以我們就會在原本既有的這個基礎上面 我剛剛講說不管是在產業 或者說是在那個 譬如說能源結構上面 其實去在這個部分去打轉 那到最後我認為其實應該不只是說國民黨的問題 其實可能包括那個技術官僚 因為其實像台電或者說是像中油 他們長期其實依賴煤電 就是說我們的依賴路徑 其實不只是利益的依賴路徑 可能還有知識上的依賴路徑 對 就他會告訴你說 其實只有煤是基載的電量是最穩定的 對 那其他的其實都是所謂的不穩定 因為長到在這個也有點不穩定 喔好好好 那個 長到這個其實還蠻嚴肅的 那所以 對 所以我 我應該作為為主持人 應該是 要變主持人 主持人 那各位朋友 還有沒有大家想要分享 可以歡迎盡量問我們杜老師 謝謝 謝謝 我願意我來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的身份 對對對 講一下自己的 我是對面的學生 然後 對 然後我想要問老師的是 就是從老師剛才講的這個 我想到就是很有名的一個 叫基登斯的吊詭 就是他講的是大部分的人民 其實是認知到氣候邊界 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可是大部分的人民卻不願意去做 那連結到這個 也是大部分的人民都知道 空污的問題的嚴重性 可是到底制空污的治理 或是解決空污的方面 到底是應該要 要求民眾去改變 他的生活方式為主張 還是應該以政府的治理的方式 透過政府的政策 去引導人民的改變 然後另外我也想要連結到 剛才那一位小姐的問題 我想要問 我想要問的是 就是就我現在看到的情況是 我們的執政者 我們的政府 依舊是以面對傳統能源的形式 去來面對新的能源 來面對再生的能源 所以我們會發現就是 過去我們很粗暴的去蓋了台座電廠 那就蓋了一點 或是核能電廠 我們就是政府就直接決定了 我們要蓋在哪個地方 那現在的再生能源也是這樣 就是缺少了公民的對談 缺少了就是公民的參與 那當今天我們的政府 繼續用這種面對傳統能源的方式 去對待我們的新能源 就會產生像老師剛才所說的 綠色的衝突的問題 可是它並不是代身能源 要發展的本質 那針對現在我們要去 衝綠能量的這一部分 我們必須要在2025年 達到20%的這一部分 是不是就勢必的必須去犧牲到 犧牲掉這一些公民的參與 或是去犧牲掉這一些 就是棲地啊 或者是一些生態的貿易 謝謝 對你問題更好 那請我問你 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個人行為 第二個是綠綠中心 謝謝 他好像當主持人 就可以當得非常的順手 這樣子 我想這個部分就是說 等一下其實大家還是可以討論 我也不知道說 實在是 好 我們兩個因為很熟 對所以那個 好啦 代替還有時候一下 等一下剛剛私問你的 你要問誰啊 你可以 等一下 你還沒有老師 那一人回答一個好了 好 我先講第一個 那個 那我剛才是有點故意 一直在講的個人行為 其實我覺得 我是有點 因為關於最近的一些 空屋的報導 讓我覺得有點不太 或者覺得騎摩托車 你騎摩托車跑去反空屋遊行 你都不覺得這有點問題嗎 因為我看到新聞報導 就 所以覺得都是 然後我覺得很吊詭啦 好不好 立體都 那我當然覺得就是說 當然 像我們這樣一個社會學的角度 我們基本上都會 覺得制度應該先行 我們不能反過來個人 但是我們的環境交易 經常從小到大都叫你 你先做好垃圾分類 但是我們總會不會去剪 比如說塑膠袋去剪塑 我們不會從上游 我們不敢得罪利益集團 我們都叫小朋友先做那個 但這是本末導致 這不應該這個樣子 我覺得空屋問題也是一樣子啊 那我 當然我今天很故意 交往過程 那很簡單 用電 誰是用電大戶 一個晶圓廠 還用的電那麼多 台積電要在台中蓋一個 吃掉多少的電 你當然是冤有頭載有毒 我不能說我們什麼事都從 個人先不要著香拜拜開始 我這樣講是不對的 所以我當然覺得說 一個好的當然是先把制度先做好 而且我覺得比例分擔 包括全世界來講那個 那個溫世錦減量也是一樣啊 也是有比例原則啊 你不能等比例啊 這也不對的啊 所以我個人原則 我不會覺得說 環境問題要從個人開始做起 只要我們存好心 說好話做好事 就是把觀賞講的啊 世界就會變得更好 這個是不對的啦 好 葉文 葉文其實說再生能源的那個 就是要不要犧牲再生能源的時程 是這個意思嗎 對 因為我之前聽到的說法是 到底我們一定要顧它的量 還是應該要顧它的制度 到底我們一定要先把它的基礎先做好 就是把這些程序都做好 那我們再來去達到它的量 還是其實量跟值是有辦法達成 以現在的政府來說好 我其實想講一個觀念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即使是在講那個 就是說 剛剛講說 比如說是制度或是個人 或者說其實連那個 我們講說好 Gogoro如果他今天是騎Gogoro去空屋 那個齁 其實也會有人講說 欸其實Gogoro他本身在製造 這個電池的過程中 他其實或者說現在充電 他其實也是用南門的電 所以其實他可能只是一種專家 好 所以這個到底是 就是說 可是我們現在或者說 有很多人說說好 比如說因為我做很多的研究是 是談那個 譬如說像石化劇的污染或怎樣 那他就說欸那你有沒有用石化 對不對就很多其實是會做這個波音 可是當這個社會其實是在這樣的一個 譬如說結構式的依賴的時候 其實你也很難就是說跳脫 就像說我們現在講說 可能一定不用塑膠袋 沒有看到塑膠袋可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那我要講的是譬如說像這個再生能源 這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覺得就是說 譬如說因為我現在在那個 譬如說在公共行政學系的時候 其實會常常去談政府的治理 好 那政府的治理裡面 其實這裡面就牽涉到說 其實我們在政策的優先順序 或者說其實是投資的優先順序 好 那譬如說舉例來講 譬如說我們現在都覺得綠呢 其實很難嘛 或者說其實大家就很習慣就是說 包括就是我們現在的 譬如說技術官僚 或者說是政府高層對於這個煤啊 或者說對於這個的 就是我剛剛講說那個路徑的結構 是一個依賴 那這個部分就會 如果說我們把這些 以前我在跟這個台電 在討論那個核的那個過程裡面 我想說如果我們把這樣的一個 譬如說力量、金錢、智慧 投資在綠能的發展 那會不會其實是會覺得是可能的 因為其實在國外 我自己在看其實一些都市 我2015年到美國去 然後去看了一些那個都市的永續發展 他們很多的目標都是2035年 譬如說要達到一個城市裡面 百分之百的路面 那如果說有些都市 他覺得說他有這樣的一個企圖 他把這樣的一個 譬如說他們的資源 其實投入到這裡面 把原本要蓋 譬如說生耗電廠的 1000億的這樣子的一個經費 投資在這裡面我們會不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情境 可是當我們還是一直在想說 可能我們還是要依賴傳統 這比較安全的這個結構的時候 那你的投資裡面 包括我們現在在 包括以前的這個 譬如說投資是在核 或者說是在這個上面 如果轉投資在可能是綠能、社會新的 譬如說電錶、基礎設施 我相信其實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局面 只是我們現在雖然晚 可是如果我們趕快起步 可能就還有一些可能性 好 還有其他朋友嗎 其實不需要提問 改想也可以啊 就是個人講法 個人你們有什麼意見發表 不需要我們回應也可以 S 老師你好 我是正大校友 然後因為我也關心一些 就是吃肉面前的過程 是關於毛病的問題 然後在差不多在去年底 或今年初的時候 那個政大的傳播學院 他有邀請的一個 德國來的一位教授 叫做Fans Beaters 然後他是一個傳播學者 然後他在討論 就是說傳播媒體在這些議題上面 他們面對群眾的時候 他是採取一個什麼樣的策略跟態度這樣 那會後我有跟這個教授 就是有討論過 因為我希望這樣 還可以在這樣的領域 然後掌勢相關的工作這樣子 然後我有問這位教授 因為他說請問一下 就是你覺得在這個議題上面 如果我們都能知道 這是一個議題 那我們以德國的能源轉型的政策 來做一個例子的話 請問我當時請問教授 他覺得是一個buck and heart 還是差不多的方式 是一個比較有效率的方式 對 那教授去他的觀察 他覺得還是一個由上而下的 這個政策的改變 是一個比較有效的方式 以德國的經驗來說 那當時其實我當下就是 覺得就是心裡有點失望 因為我原本以為說 因為我原本以為說作為一個 比如說英雄MD的工作者 然後我們的目標可能就是 在跟群眾溝通 然後我們認為說 這是跟群眾溝通 可能會造成一些改變的氣質這樣子 對 然後這也是我心裡面的理想 就是這樣子 但是教授給我的回答他 他認為說就是由上而下的改變 應該是一個更有效的方式 那剛才和明蕭老師他給的答案 似乎也是呼應到了教授 這個Peters教授的看法 您是不是認為說 還是一個從寄望 就是從政府開始 從政策或是制度開始改變 然後而不是訴諸說個人的改變 或是一個比較有效的方式 但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好 那請問在相關組織的 比如說PeroGero的工作者 他們對自己的角色 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期待 或是說策略上面要有一些 什麼樣的要證明 這個我沒辦法轉價值 我可以 我可以 不然我們先開放一下大家討論好了 我們剩下大概13分鐘 好 來 這位然後接下來是這位先生 我們思考蠻舊這個問題 不好意思 麻煩 麻煩 妳要不要面對大家 我不曉得說大家會不會有同樣的想法 可是我同意那位先生說的 從上而下是最有效的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我舉一個例子 很簡單的例子 那時候馬英九不是說要 就是斬油斬電 油電霜斬啊 OK 那時候其實我不在國內 可是聽說因為這樣的關係 整個民意大衰減 可是我有一個朋友 剛好他在星光三月工作 因為要油電霜漲 他們評估過一年 他們星光三月指光油電霜漲 指光電費就會增加4000多萬 所以他們從上而下 努力遁形所謂的節能減碳 減電啊 超有效 結果他們全部的團隊想出很多很多很有效的 節電的辦法 後來當然就是油電霜漲沒有效了 就是這個沒有在實行了 可是其實政府的效能 就是在政策上面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現在問題是民意知不支持 我覺得這個是最關鍵的 我們台灣就是被 有點像是被民族綁架了 然後台灣的公民教育又不足 所以導致於說呢 就是大家爽比較重要 我感覺是有這樣子的現象 所以公民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座的每個人都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那不然呢 如果說在公民教育組的情況之下 本來很多政策在合理討論之下 是由上而下 本來就是因為是這樣子是比較有效率的 這是我的感受 謝謝 好 謝謝 那個後面的位先生嘛對不對 大家好 我後來自我介紹 我是學地質背景 然後我 大學畢以後就離開台灣30年 我三年前才回來 所以我先講一些我的觀察 我想這觀察會比較中立吧 因為我沒有受到中間這30年來社會的很多的情形的一些轉變 我就純粹就我觀察到這三年來看到的這個現象 然後當然這些東西都在裡面 那剛剛還有談到個人問題跟這個這個 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 這個問題實際上 當然我不想花太多時間在今天在談這個問題 但是效率 有沒有效率這些問題有很多時候 我們在問的時候 這些定義本身就很重要 那我們要的是什麼 如果要效率那是有一種方法 那要表達又是另外一種方法 這兩個東西不見得數得同歸 好 那我講 我爸回過來講 我觀察到很多事情 像剛剛老師提到的那些事情 我覺得很可惜的一件事 今天我回到台灣來我看到的是 知識爆炸 跟以前當然30年前完全不一樣 但是問題是知識爆炸我講錯了 不是知識爆炸 而是什麼 是訊息爆炸 很抱歉我不認為這些訊息都是知識 就像剛剛老師有提到的 我們有很多議題 但是聽到這些議題的人 曉不曉得這個背後到底談些什麼樣的 知識層面的事情是我們要先知道 然後我們再決定要支持還是不支持 要怎麼支持 我們都不曉得 那麼 呃 我觀察到一個結論是 台灣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如果 抱歉 如果有不小心講到某一些的 這個原諒 就是媒體 我們24小時的新聞媒體有起臺 他們在報什麼東西 跟裡面有 還有多少是跟知識 知識層面相關的問題 太少了 那我們今天像剛剛像上面放的那幾個東西 我們如果在談議題的時候 都會針對那一件事情來談 很少會有機會放大 但是有很多事不是光談一個議題就能解決的 因為這個議題跟那個議題的結論會相充滿 很多時候會這樣 那所以我們重要的到底是什麼 這個事情在大家的心裡面有沒有一個 比方說我們到底是粉核重要還是減碳重要 例如 講說這樣講 那我們今天要的到底是什麼 我們要的是 我們空無看得到 我們要解決一個目前我們看到的東西 馬上把它解決呢 還是說我們 會對一個未來 十年後的一個目標更重要 我們要去達成那個目標 那我覺得 媒體上面或者是一些層面上 對這些東西的探討太少了 大家都是跟著一個議題在那邊談 然後感覺上都是負面的 因為所有的議題都是反對什麼事 都是反對這個反對納格 那結果反對的結果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對不起 這樣大概是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思維 謝謝 這位朋友 然後再那位朋友 然後最後 大家信仰把握時間 一分鐘好嗎 我想針對那個再生人員的方面做一些看法 比如說我目前看到再生人員的發展 比較分大概兩方面 一個就是台電跟財團要配合 一個是民眾跟台電可以配合 台電跟財團要玩的是比較容易的 或是像那位大姐講的 鹽潭地搖那種大型的那種 幾內甲圓的那種不是我們民眾 可以去配合他們玩的 那一個部分我們就沒有左力的地方 這我們要看什麼 我們也覺得很厲害 不是我們自己架的屋頂 我們如果有屋頂 可以拿出來架太陽燈 就是三五十萬六十萬 我們就可以配合台電跟財團 怎麼講 讓全民一起來談幾內的錢 可是我本身必須要全額用台電的建轎 談賺到那家場 所以我本身現在是非常非常反對說 公民電廠 然後他們又是群眾募資在走運動 這件事情 所以我本身是從下網上做的 我現在要找個屋領 蓋一個電廠 然後有家要跟我蓋的電廠買電 或是我想賣給我輕油 那我由下網上做的過程 我還是會一直在衝撞這些體制的問題 這個我也覺得很突然 可是我覺得我們不能放棄說 我們不能期待說三五十萬六十萬六 因為我們一個很好的路 我們才有辦法做 這就會變成依賴別人 很多事情是我們自己可以想辦法去做的 就像我們不是新創我願意做一個新的東西 然後願意跟這個體制衝撞 我也知道我後面的路其實 很多人都看隨我啦 叫我不要做啦 說你那個資金周轉率這麼高 啊 勘體又這麼長 那你要賣給民眾又沒有民眾 又支持你 那我自己看的是覺得 我覺得那個是機會 那是這是 反正那是這個是 我該怎麼講 其實我覺得由下網上做還是需要 不能說是一直希望別人幫我們 突然路後我們再走 那個真的是來不及啦 好 謝謝 謝謝 那位綠色 綠色 我覺得比較好想問兩位老師是說 台灣的時候跟其他的國家 我們比較有用重 不同 然後如果有 自己在不同的地方 這個 溫老師是算了 好 那我們這個最後五分鐘 可能是我們最後 我就減一些我可以回答問題 不行 我們就把 問了問題姐姐可以問你好了 第一個就是說 留上而下留下而上 我覺得那個語意有點在這邊搞混了 看來講幾個層次 第一個我講說 我認為說我們應該要去要求這個 比較 分量比較大的厲害相關心的人 你不能要求個體 像 比如說你要減碩 比如說你要減碩 而不是叫小朋友快坐坐這分類 要不然就本人那麼保持 這是第一個 這不是你上而下 第二個就是說我會認為 就是說你人的行為 是被制度所形塑的 所以我們不要想成說 我們先培養好人 就有好的社會 應該翻過來 有好的社會才有好人 那第三個就是那位朋友 你說跟德國教授 講由上而下由下 我看你要講哪個層面 其實我會覺得像 比如說舉個例子 像我覺得新世界規定都是一樣 政府的空氣你都很差的 然後政府會跟你講說 這個太陽面板不會有光害 政府跟你講沒有人一樣 你民間團體去講人家會比較相信 我覺得這是全世界都一樣 所以如果由下而上的國中 我覺得在那邊還比較容易成功 那最後也是呼籲到那位先生 講那個公民電廠的問題 我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台灣最近很多這種 民間由下而上發取 不管它是用社會企業 或者合作社 合作社的組織聯盟 其實我覺得像這種 由下而上的這種 公民電廠其實很好 很好的是說 它可以化解一些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開發 綠電其實就像開發傳統能源一樣 都會有零幣抗爭嘛 你不要在旁邊插一支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在旁邊插一支 我看到風機在轉 我就覺得我錢進來了 你想到某種利益共享的機制 其實某種的都是可以 把主力換成助力的 那我會覺得這種東西 就不可能是從大財團由上而下 除非你設計要好的方案 但是我覺得像公民電廠 剛好在40個在那邊補進來 就是它可以民間參與 而且民間可以參與中學習 而且可以獲利 然後 那當然它的 絕對你不能 一支就是兩內嘎襪那種風機 不可能嘛 可能擠面板 或是小風機 那規模會比較小 可能你做一個政府的官員來講 你要衝到20% 你覺得那個飛水車性 對啊 某某程度我也可以同意 就是說 政府會這樣子 我剛才的委員長就講 穿農官衣就這樣想 機材電力 要看裝置農量 都要看那種很硬的指數 要不然就會很擔心 可是如果反過來講好了 那個加州2003年 大停電 搞到結果怎麼樣 那個州從來 共和黨沒有執政過 就學上個阿諾 你知道嗎 為什麼大家不能接受停電這個事情 我覺得 一般國民 如果你像去年818大停電 你看大家怎麼罵 怎麼罵 有多少人 2000人跑去足夠聯盟的臉書罵 有臭婊子 不用愛發電 什麼 你可以想像那種性別歧視的話 都罵主 你覺得這個社會民意就這樣子 所以 你要大家改變習慣 很難 你要他一天沒有見 他會給你翻臉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社會民意是保守的 所以 我可以理解官員那種 concent 但是我不認為那是對的 OK 你可以理解官員什麼 不能變不夠的concent 是不是 我覺得那個concent是在 但是我不覺得那是對的 他們會焦慮 我可以理解他們為什麼焦慮 但是我不覺得你焦慮是對的 可不可以請問智慧型電錶怎麼樣 要換智慧型電錶怎麼樣 好 那個 因為我們只有一分鐘 所以我沒辦法跟大家講很多 我只要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 剛剛講說由上而下 或由下而上 其實我覺得可能是相互的 在這裡面 因為包括 剛剛說官員會concent 民意嘛 那可是民意會有一個就是說 其實什麼樣的一個力量 比如說剛剛講說電價電費 剛剛我覺得 剛剛講說高手在民間 果真大家講說 其實今天如果我們 雖然電費說會提高 可是如果我們窮盡我們的節能的 這個 對 是做得到 可是我們現在其實其他的這個 比如說我剛剛講說一些 比如說制度性的措施或怎樣 其實並沒有鼓勵大家往這個方向做 只要電費電價其實一直很低的話 其實很多其他的制度性優異其實出不來 對所以這個部分 可是我們官員其實沒有辦法跟大家去說明說 欸其實我們 那可是我們雖然長 可是總量可以減 剛剛講說其實我們用各種的 不管是那個運能的措施為氣候 或者說各種的 對總量剛剛講說會創造出很多的可能 可是現在裡面白筆書上面的總量沒有減 對那這個就是可以 再講一下在這個這個禮拜 4月28 29是能源白筆書的公民作用化 所以那個能源白 那個人源轉型白筆書並不是定案 他還是有很多公民的input 好所以剛剛我剛剛包括我就說 這位那個後面的先生說要去衝撞 以及就是說剛剛後面的先生說 那個我們現在知識量不夠 我也跟大家在稍微齁 除了這本書以外 這本書其實我們在這裡面呢 其實有講到本音教老師有一本就是說綠電啦 那我自己也有寫個 剛剛要回應那位同學的問題 就說其實台灣的空污 好反空污運動 我在這邊有寫了一篇是關於那個溫股國小 好的反空污 可是我現在沒有時間 其實要講的話其實還可以講很久 可是我剛剛講說這個部分 我們那個有一個影片 叫做那個社會事件s.app 其實我們裡面有看到綠能 在年底的時候會播出 可是之前播出的三集 包括RCA 六青跟那個廢五金 都是在早上八點播出 那為什麼在早上八點播出呢? 因為大家就認為說這種很多 很知識性的東西其實可能沒有人看 所以那個電視台就只能安排在 所謂的非黃金時段 所以的確就是說 如果今天有更多人的關注 然後更多人去希望就是說 其實是要求這樣的一個 譬如說節目知識的拼質 我覺得還是可能會改變 這個 我們打電話去就 喔真的 在民視 之前在民視 對 社會事件s檔案 打開社會事件s檔案 s是science 沒有 現在還沒有 因為還沒有完全播完 不過我們已經播了三集 在三四月的時候 對 在禮拜六的早上八點 然後大家都很罵我們說 我為什麼要那麼找 就是說其實好的都不思議 其實有時候不一定能夠在黃金時段看到 對 所以這個部分 而且沒有人知道 都事後才想說 對 所以我會在 我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想說 大家是怎麼知道這個講座 我知道以後要透過這個講座 再多去發那個 發那個 就是等到年底要播出的時候 十月多的時候 總共有八集 包括那個 比如說科技新聞裡面 有八集 那會把這些訊息再傳給大家 好 那我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時間已經到了 主辦單位再給我一個提示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先結束 那當然如果說大家 如果等一下還想要再找這個 這個何明修老師 那可以在外面攔助他 叫他回答所有的問題 才可以走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